一生坚守毛主席的两句话,华国锋一言让人热泪盈眶,在北京京西黄城跟南街九号院,曾经住着一个这样平凡的老人,在这里平平淡淡收拾这些葡萄,收拾了27年,他就是华国锋从1981年6月辞去主席到2008年8月20日,整整27年,华国锋都在这个院子里过着非常低调平凡的日子。 要说华国锋这27年做得最多的也最喜欢的事情那就是种葡萄,在华老的这个院子里有两个大葡萄架,种了很多葡萄树品种多样,这些葡萄都是华国锋花很多时间,悉心照料,的每次到了葡萄产出的季节,很多家人和部队的人都有了品尝华老的葡萄的机会。 不过有一件事不得不提一下,华老种这么多葡萄,是因为自己喜欢吃吗?不是的。 他在很早的时候,就已经检查出了糖尿病,自己根本不能吃这些葡萄。 老人把葡萄送给别人自己来享受种葡萄的过程,早已经淡出公众视野,的华国锋一般都不怎么出门,但是一年之内,有两天华,是一定会出门的一天。 是华主席的诞辰一天,是华主席的忌日,他都会带着家人去华主席纪念堂,去怀念华主席并让子孙对着华主席鞠躬,说到华国锋与华主席很多人也熟悉,华国锋老人一生都在坚守。 华主席临终前对他说的两句话你办事我放心,和照过去方针办,这两句话华国锋一生都在建行。 2008年华国锋老人已经病重,一年之内,因为不同的重病住过三次院,时间不多的华国锋老人曾躺在病床上留下一言,让我回挂山吧那里数多,清静小时候在那打游击,也在那儿这个时候。 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前领导人,他只是一个平凡的思念过去家乡的老人。